一个青楼女子 也竟敢立如此规矩 周大人 封兮兮那个人啊 她就是不懂规矩 您别生她的气 让我给您气壶好茶 今日可是有秦先生来的日子 对 今日是初一 今晚吴刀成少主要来 大人此时来的正是时候 能清静地听一句 刀公子他鲜少来洛阳啊 你也不想要 姑娘为何日日都要用这白纱遮面啊 这男人的生性很贱 越是令他看不清你的容貌 他就越想看 怎么 你问得这么仔细 是也想日后挂牌 成为品化楼的众多美人之一吗 不是的 我只是想知道 如何才能吸引男人 那就要看你面对的 是什么样的男人了 这男人的心哪 真的是很难琢磨 这有的呢 喜欢娇羞的 有的喜欢放荡的 甚至呢 还有的喜欢冷漠的 可是我每一次出场 就只能做一种胆扮 就好像赌博押宝一样 要是运气好 就被我押上了 要是运气不好 我就只能眼巴巴看着好客人 被其他姑娘抢走 可是为什么不真心相待呢 男人 男人 值得你去真心相待吗 好了 格尔 你放赛不是说 替我想到法子 让我胜过他们吗 能帮助姑娘赢得法宝的人 就是后院抚琴的人 你说 有琴红 姑娘善舞 但是这道武侠身为天下无刀城的少主 想必 他是见过很多美人去献舞的 所以并不会觉得稀奇 但若是有那位抚琴人相助的话 姑娘的青衙 配上这琴音相鹤 必定会拔得今晚的偷愁 不过 这位友琴先生 他很难请 这天下就没有请不到的人 只要 只要 你给他想要的东西 格尔 姑娘可还有什么吩咐 我明明威胁你 你为何如此尽心劫力地帮我 因为 姑娘长得好看呀 友琴先生 你在吗 友琴先生 你 友琴先生 你在吗 友琴先生 不好意思 冒犯了 有事吗 我 这次前来是想要请您帮忙 请您为我家姑娘弹奏一曲 时间不需要很长的 只要为我家姑娘 搬取一首就好 有劳您了 友琴先生想要多少报仇 我家姑娘都可以给您 你该走了 先生 走吧 回来 到公子真是守时间 我们这儿的姑娘盼了你好久 来 快请 华大娘费心了 请 请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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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儿 要来不及了 姑娘 刀公子已经来了 我刚才看见 还有不少人跟着她 刀无侠的胞弟刀无痕 还有她的妖妹刀裂香也都来了 一个女子来青楼做什么 怕是新鲜来凑个热闹吧 姑娘 快走吧 刀公子已经在大堂上等着了 花大娘已经抽好了牌子 姑娘就在凤凰姑娘之后呢 走吧 老百姓 老百姓 刚才表情 搞不好 老百姓 更好 刚才拿到 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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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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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橘色吧 你那个伶牙俐齿的丫鬟呢 要你管 我都是要看看 你们主仆有什么法子 可以让你排名靠前 多谢姐姐提点 法子呢 自然是有的 有情先生 您就出来跟我见一面吧 我提出的条件 你肯定会感兴趣的 我说是爱的 你会有情人 你会去 idea 恶儿 不知你能不能来得及 不能的话 也只好勉励一步了 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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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七贤旗 七贤旗 没有吗 有是有 不过 你要那东西做什么 总之是很有用的 求求你了 碧儿姐姐帮我找一下吧 好吧 那你跟我来 谢谢 来 请 好 各位贵宾 今晚还是老规矩 每逢初一 我们品花楼的姑娘 先后一一为大家献舞 今晚上啊 姑娘们的签全是打乱的 免得让上个月的 绝色名花榜提名 影响了你们 留个悬念 一个一个地挑 挑到自己最重义的 好 刀公子 你有何意义吗 刀某入香随俗 我们也见 我们也见 好 那今日就欢迎 我们的第一位姑娘 凤凰 这首曲子是谁教你的 吕梦远移香水阔 离魂空半月情妃 先生今日弹奏的是离魂 我方才弹奏的是吕梦 你怎么会有吕梦曲谱 这曲谱 在百年前就该遗失了 先生若想看的话 我可以拿曲谱给先生看一眼 只要先生答应为我家姑娘弹奏一曲 我就把曲谱拿来给先生看 你用无价曲谱 换我帮你家姑娘弹奏一曲 是 可笑 不可笑 先生的弹奏可以为我家姑娘带来一位贵客 如果这位贵客可以让姑娘赢的话 那他就会让我留在品花楼了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你好好一个姑娘 留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我想要请教一些事情 先生就别管我这种小人物了 先生 答应吗 我方才的请求 好 可以 我方才的请求 姑娘 多安排好了 先看舞吧 哇 凤凰公愿跳舞可真美 是 姑娘如此不小心 是累了吗 多谢公子 什么累了 分明是有意而为 脸香 比起姑娘逛青楼来 我还不算什么 不要拿我和你比 你我 都是这青楼中出现的女子 不过一个是站着 一个是坐着 有何分别 那我就让你看看 你我有何分别 什么人 快给我滚出来 玉世兄 什么时候来的 好大的胆子啊你 五三杯 还请刀姑娘手下留情啊 大哥 这便是靳渊王府的玄黄 楼上的那位女子 是靳渊王府的蝗蟲 这么说 中间那位岂不是 是 天下无刀城 刀无侠 见过玉公子 不对 这烈火山庄的玉字 喊既龙又哑 我这么说话 恐有不敬之嫌 刀公子 说话请面对我家王爷 我家王爷 方知道你在说什么 多谢体贴 玉公子 小妹年少气盛 让公子见孝了 回去以后 刀某一定严加管教 刀姑娘 是 刀姑娘 但凡事也得适可而止 是 多谢体贴 这青楼女子是有些好放 刀姑娘看不下去 亦是情理之中 但凡事也得适可而止 是 多谢体贴 是 多谢体贴 既然 玉公子暂无教诲 那我们接着欣赏 角色名花如何 大哥 那人真是烈火山庄的 烈火山庄庄主二弟子 玉字涵玉公子 那他怎么又聋又哑的 雷香 怎么可以背后 如此说于公子 此处人独而杀 并非说话的地方 有话回去说 既然刀公子不喜欢赏武 那小女就献丑 让公子赏一赏 小女的鞭法 鞭法 听闻烈火山庄的大小姐 善武一根长鞭 今日 我想让天下英雄看一看 我凤凰手上的这根鞭子 究竟有大小姐几分功力 火灭 蜡不顿 拿活人做靶子 太残忍了吧 就是啊 对啊 凤凰姑娘 且慢 刀公子有话想说 拿活人做靶子 的确残忍了心 可她是我的丫鬟 自然要成为我的靶子 如果我买下她呢 什么 买下 买下她 买下她 真的啊 我说 我买下她 恭喜香儿 获得 无刀城少主的垂青 来人哪 准备洗房 愿你们两人结缘今晚 一日夫妻百日恩 好 好 恭喜 好 恭喜 各位 尽情地吃喝 今晚的酒 都算我当吗 好 好 来人家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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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妻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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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